一男一女在山洞约会 却意外遇见一头雄狮 不料雄狮一眼就看上了猛男 一个恶狗哭时冲上去 瞬间就与猛男扭打在一起 雄狮本以为切而易举就能得到猛男 奈何猛男不好对付 对于雄狮的攻击 根本没有任何恐惧感 一人一师大战三百回合后 雄狮不敌反被猛男打死 猛男的一番操作 瞬间惊呆了一旁的妹子 妹子为了得到这个男人 紧紧抓住男人不放手 正把自己交出去时 国王的狩猎部队突然赶到 妹子见原来是表哥来了 连忙上前去炫耀 说自己的男人刚刚空拳打死了雄狮 但国王根本不相信表妹的话 实验世上不存在空拳打死雄狮的男人 一定是动用了某种武器 还令人上前去检查一番 结果让国王很震惊 雄狮身上除了瘀青外 没有任何被武器伤到的痕迹 但国王依然不相信 还派遣王国第一大力士与猛男比试 结果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 大力士仅仅一个照面 就被猛男举起了三尺膏 眼见如实 国王终于相信猛男打死了雄狮 不仅赐予他勇者的称号 还答应他一个条件 猛男没有多说废话 当场说出了条件 那就是让国王赏赐他一个老婆 一旁的莉莉以为猛男会选自己 没想到猛男竟选择他的姐姐结婚 妹子那个心里苦啊 好不容易喜欢上一个男人 他心却在惦记自己姐姐 猛男大风这天 郁闷的妹子花瓣都被揪秃了 看着心爱的男人与姐姐结婚 他想死的心情都有了 不过婚礼现场却发生了矛盾 没有一个人真心是给猛男送祝福的 而是一个个嘲讽他赖蛤蟆吃天鹅肉 猛男虽然表面没有发怒 实际上已经动怒了 趁着大家吃喝玩乐之时 他提出了一个猜谜活动 表示什么东西比腻还甜 如果一个小时内在场的人答不出 每人就要给他一件尸皮大衣 如果有一个人答出 自己给他们每人一件尸皮大衣 在场的人倒不半天后 始终没有人能回答上来 这是莉莉之道机会来了 于是他给在场的人出主意 知道答案的其实有两人 除了猛男外 就只有他姐姐了 所有人泛然醒悟后 一位将军找到莉莉姐姐 偷偷询问答案 但莉莉姐姐也不知道 为了让猛男当众出丑 将军利用两人的关系 让莉莉姐姐去套出答案 果然莉莉照做了 他来到婚房 故意询问猛男答案 但猛男却说一个小时后自然知道 这是莉莉耍起了无赖 哭泣的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猛男忍受不了未婚妻的哭泣 于是偷偷告诉他答案 可未婚妻转眼就把答案告诉了将军 猛男再次回到厌妇上时 没想到将军直接说出答案 猛男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未婚妻出卖了 但他也不好发怒 怒摔酒杯后 直接回家拿衣服 猛男回来履行承诺后 莉莉以为这桩婚事算是告吹了 于是就让父亲主动推荐自己 现成的新房正好今夜可以入洞房 但猛男此时愤怒至极 只想找未婚妻说清楚 可让他更没想到的是 将军居然和未婚妻有染 猛男新婚当天 居然发现未婚妻与大将军有染 猛男一气之下 直接重伤了大将军 场面一度陷入了混乱 大战一触即发 姐姐还被士兵给误杀了 不一会功夫 这里变成了一片火海 同一天时间里 莉莉失去了父亲和姐姐 她由爱转恨 认为一切都是猛男造成的 发誓今后一定要报仇血恨 很快她利用自己的优势 成功嫁给了国王 亲自指证猛男的罪行 让国王派遣士兵抓住猛男 但猛男毕竟是猛男 寻常的士兵怎么可能抓得住他 被派出去的士兵 很快就狼狈地回来告状 还把猛男描述得越来越离谱 说是带出去一千士兵 结果只回来了二百人 而且各个受了严重的内伤 需要回家调养一段时间 国王听后极为震怒 自己身为国王 怎么可能让一个山野村夫打脸 于是召开了王国大会 但王公贵族们都害怕猛男 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因为他们也知道猛男的厉害 王公贵族们也吃了猛男不少亏 每次押运的贵重货物 被抢的无一例外都是猛男干的 这时莉莉站了出来 说是自己有一计可以抓住猛男 但有两个条件他们都要答应 那就是抓住猛男后 贵族们每家都要给自己一万金币 出于私心莉莉还提出 抓住猛男后还不能伤害他 贵族们当然希望猛男被抓住 于是纷纷点头答应莉莉的要求 在一次货物押运过程中 猛男果然前来抢夺商品 不过却看见了打扮极美的莉莉 一瞬间猛男陷入了爱河 心想为什么当初没发现他这么美呢 而莉莉也很会拿捏男人的心 一番骚操作后 他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猛男 自从那天后 他与猛男每天都是没凶没骚 但他还是忘不了父亲和姐姐的死 为了自己在国王面前的承诺 他利用心计询问猛男为什么这么厉害 连强大无比的雄狮 都能被他轻而易举杀死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后 猛男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原来猛男之所以这么厉害 是因为宙斯将力量赋予在他的头发上 得知莉莉后 莉莉很快就做出了行动 在猛男不知情的状况下 悄悄在他的杯酒中下了药 中招的猛男很快被剪掉了长发 没有了力量的他 不出意外的话 很快就被王国士兵抓住了 这是我见过最有心计的妹子 为了惩罚眼前的猛男 他不惜冲爱自己身体 也要将猛男绳之以法 猛男被王国士兵抓住后 莉莉就得到了一百万金币 但他其实并不想伤害猛男 只是想稍微惩罚一下他 想让猛男知道 女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可当他来到地牢看望猛男时 莉莉却心如刀脚 因为贵族们并没有履行承诺 抓住猛男后 直接把他眼睛弄瞎了 莉莉质问一个贵族 贵族却诡辩说他们没有伤害猛男 他的眼睛是被一个奴隶弄瞎的 听到这里后 莉莉内心充满了自责 如果要不是自己有些做 当初姐姐和父亲就不会死 亲爱的男人也不会落到如此凄惨 回到皇宫后 莉莉每天都在做噩梦 猛男的身影每一刻都出现在他脑海中 撕心裂肺的痛每天都折磨着他 于是他向宙斯祈祷赎罪 希望宙斯重新帮助猛男 归还他原有的力量 这天莉莉再次来地牢看望猛男 可猛男一听到他声音 就感到非常的后怕 但莉莉这次是真的悔过 莉莉告诉猛男自己真心悔过 希望猛男能原谅自己 并且他还发现 猛男重新长出了头发 也就意味着他的力量回来了 为了能抱挖眼之仇 莉莉和猛男想了个招 很快玩过祭典这天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着 但殊不知这却是一场灾难 贵族们为了庆祝祭典 在莉莉的建议下 他们打算让猛男出来表演 并当众羞辱他一番 很快一群小丑冲了上来 逐个围着他转 并用武器不断地挑逗他 不过猛男全部忍了下来 因为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能杀死国王 消灭权贵的机会 小丑们轮流羞辱猛男时 莉莉皮翼也想上去表演一番 国王没有多想 直接让莉莉下去玩一玩 只见莉莉拿地根皮颠 故意把猛男引到神像底下 就在所有人认为 莉莉要玩弄猛男时 来到神像底下说的猛男 双手抓住两个柱子 没几秒的功夫 神像直接被他给掀翻 不仅国王死在神像之下 就连很多权贵也葬身在废墟之中 幸运的是莉莉和猛男并没有死 而是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